嗨 世界杯 你看场上是各种球队之间的厮杀 但是你要从商业的角度去看 场下的竞争 那才叫一个激烈 各种赞助商品牌方之间 一个斗争啊 营销的天赋 玩的那叫出神入化 上次咱不是聊了一个史上最贵世界杯吗 这次咱就接着聊一聊 借着体育赛事的东风 品牌之间的营销博弈 咱来先说说 这个世界杯它赞助体系是什么样 它不是说你有钱给钱 就能拿到这个赞助权的 像FIFA关于世界杯的官方合作 分三个级别 叫全球合作伙伴 世界杯赞助商和区域赞助商 你看这前两档 都是世界范围内的 这每一档最多就只能有八个 而且都是行业独家 换句话说 假设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想赞助 那不行 那你就得跟非法谈 就只能有一个 你想不管是世界杯 还是什么杯四年一次 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这个赛事上 那这巨大的流量 肯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你比如说海信2016年 赞助完欧洲杯洲 欧洲的销量就涨了56% 02年现在赞助完日韩世界杯 美国的销量涨了40% 效果这么好 那肯定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所以你看这些行业龙头 也都是不惜重金 加入到这场战役当中 那这里边自然就会引发 各种暗潮涌动的对抗 咱刚刚不是说吗 每个行业它都是独家的 那对于有些行业里的那种 Top2来讲 比如说阿迪达斯进去了 Nike就进不去了 可口可乐进去了 百事就没戏了 对于那个没挤进去的巨头来讲 那肯定不甘心啊 你说我难道就这么 掩气息鼓 坐以待逼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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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能错过 如此的营销良机呢 于是啊 就诞生了一种 非常阴险的玩法 埋伏营销 Ambush Marketing 埋伏营销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呢 我去埋伏这些大型的赛事 偷偷地跟赛事成了关系 官方的那种商标名字 我都不用 但是呢 找一些合法的方式去蹭热度 我跟你说啊 这个埋伏营销界 首屈一指的大哥 就是大名鼎鼎的Nike 最常见的玩法 就是在像世界杯奥运会中 大型赛事期间啊 找一些和赛事相关的元素 去打广告 你想啊 大赛知名度这么高 那我只要找一点 类似的元素 那就很容易让别人 跟大赛产生联想 虽然我不是官方的合作伙伴 但我还是能借着这些元素 借着大赛的热度 给品牌带一波流量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啊 当时官方赞助商是匡威 但是Nike搞了个广告片 背景音乐放的是 I love LA 就我爱洛杉矶 搞别人一听 一度以为Nike才是官方赞助商呢 你看这么阴险的招 那奥委会肯定不乐意啊 大家都去埋伏营销了 那我上哪收赞助费啊 所以后来看奥委会 FIFA也都有官方的措施 去保护赞助商 至少我不能让你这热度蹭的那么容易 赛事相关的元素啊 你必须得是给了钱 交了钱的官方赞助商才能用 就比如啊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奥委会就明确规定了 像什么London Olympics London 2012 这种组合词 你都是不能用的 就你只要不是官方合作伙伴 用这个词就算侵权 但怎么说呢 就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说伦敦2012不让用 那总不能伦敦也不让用吗 这就有点太霸道了 人家Nike就很机智啊 愣是找了一些名字里头 带伦敦这个词的地方 比如说在南非 有个地方叫East London 亚迈加有个地方叫Little London 美国有个地方叫London Ohio 甚至有个健身房叫London Gym Nike就找一堆普通人 在这些带伦敦的地方 拍广告 一方面蹭上了伦敦的热度 然后又不侵权 所以说啊 就这些各种各样的骚操作 让Nike最后也是吃了不少官司 但挡不住最后60%的人啊 都以为Nike才是官方的赞助商 你看这个埋伏营销 是不是就埋伏得很成功了 战没完啊 刚刚我们说的只是Nike的第一大招 它还有一个大招 叫做买广告牌 虽然赛场里头打不了 但边上只要目所能及的范围 我通通都买下来 那你想观众坐在赛场里看球呢 然后看着远方大楼 一个大大的Nike 全跟那些官方赞助商混一起了 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一样 你想96年的时候啊 亚特兰大奥运会 当时的官方赞助商是瑞布 Nike就把赛场边 一个停车场给买下来了 改造成一个篮球场 加上门店的结合体 甚至还给观众发那种 印着Nike logo的小旗 让在赛场里头挥 这么一来 不光现场的观众能看见 就连转播的观众 也真的能看见 当然那两招 像奥友会和FIFA 也都会想办法赌上 但是有一招 那真是FIFA也拿它没办法 就你不是不让我 跟赛事绑定吗 我可以去签球队或者球员呀 Nike也是用这招 那叫一个名正言顺率 是不爽 96年那个亚特兰大奥运会 当时Nike骗了迈克尔约翰逊 就是得200米和400米 两块金牌那个飞人 看时间 不完美 后来它不是有名了吗 就登上各种杂质封面 然后Nike就在人脖子上 挂了两个金靴 金靴上打着大大的两个钩 那一下就把瑞布 什么官方赞助风头 全都抢去了 像这种什么 你签赛事我签球员 你签球员我就签球队的玩法 那这是品牌博弈里边最热闹的玩法了 什么耐克阿迪 可口百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品牌执政 你看你和我想的一不一样 就是伊丽和猛牛 他俩的对决 怎么说呢 就已经到了那种完全没有掩饰的正面硬刚的程度了 别急 世界杯有赞助 小林也有 富逗牛牛的香港已经家喻户晓了 某某是富逗牛牛针对海外用户的国际版 这个一战式投资全球的交易平台 已经有超过1900万的用户 美股 港股 A股通 新加口股 澳股 基金 基货 债券 都可以交易 富逗2019年的纳斯达克上市 现在正好成立10周年 也给小林的粉丝准备了独家福利 免费送股 开户成功就送一股under armor的股票 开户就给 还挺有诚意的吧 你要是在入金等额1万港币 还可以再获得一股 价值约100美元的google的股票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点置顶评论 你说为什么要送google和under armor的股票呢 它不是为了让你开户吗 你看momo这平台 首先很多地区买卖美股都是零佣金的 然后它里边一些工具 我觉得还真挺好用的 比如假如你看好新能源的发展 你想看看里边的机会 你看看这个产业链里边 上游是这些电池材料的 中游各种组件下游就是车企 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 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一下就感觉有头绪了 然后点进每个行业了 还能看到这里边的公司 每个公司一般APP呢 就会给你一些利润率啊 市盈率这些财务的数据 但momo呢 就把最关键的一些经营指标 也都给你整理出来了 比如一个车企 最主要的就是卖了多少辆车 对吧 你看它这交付趋势的怎么样 都可以一目了然 就很多东西你得搜啊 分析啊 花很多时间 但momo都给准备好了 感谢你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下面链接了解更多 和领取福利 小林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来我们接着回来说 伊利和猛牛是怎么硬刚的哈 2015年的时候 国家有稳队的宁泽涛 他签了伊利 但是呢 猛牛赞助了国家有稳队 就是因为这个赞助上利益之间的冲突 最后还搞得宁泽 国家有稳队不欢而散 就像签什么球员球队 谁能用这个不能用这个 这个利益是非常模糊的 一般也都得就个利来谈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 中间有很多各种私 今年年初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伊利是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就是说只有伊利能用冬奥会的名义 来官方做宣传 算是赢得一筹 但是猛牛肯定也不是吃素的呀 你看他怎么搞的哈 他去联系了奥委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可口可乐 说是要帮可口可乐出赞助费 然后联名一起冠名奥委会 所以你看这国际奥委会的 官方那个赞助名单 人家别的品牌都是各是各的 就是猛牛和可口可乐俩是包一起了 就这样哈 猛牛就变成了国际奥委会的官方合作伙伴 就算是扳回一城 那伊利哪咽得下这口气啊 立马媒体开始碰空猛牛 说你们有为奥运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你们破坏了北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权 你们太不想话了 你们还是人吗 最终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 猛牛被禁止使用这种冬奥会官方的各种元素 来进行宣传 伊利算是打赢了这场荣誉的战争 但是这完全不妨碍猛牛再去压宝球员啊 对吧 他就选择了谷爱玲 结果谷爱玲冬奥会一炮走红 让猛牛也跟着火了一把 你说 瞧不瞧 又是一年世界杯 怎么能少得了他们俩的斗争呢 其实猛牛在2018年就开始跟FIFA官方合作了 还签了梅西 但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伊利这边立马宣布跟阿根廷国家队签约了 然后没过两天放出一个海报 梅西就立在中间 那猛牛看了怎么行呢 怎么能抢了我们的人呢 立马也放上一个梅西的宣传海报 就在官方对外宣称哈 说梅西是我们牛哥的人 今年这边伊利这边 签下了斯伊罗贝克哈姆内马这些球星 还有像阿根廷西班牙等等的球队 而猛牛呢 也拿下了梅西和蒙巴佩两元猛将 那是不是小伙伴就好奇了 你说梅西在参加阿根廷比赛的时候 如果他要在场面喝奶 他应该喝伊利还是猛牛呢 那就是你不懂了 人家球星踢球的时候不喝奶 但因为我发现啊 刚才我们讲到什么牛奶啊 饮料服装这些 其实早就是品牌站的老赛场了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产品也都大差不差 而且这些品牌 基本都是全线产品都在做 所以呢 你要是他们去拼这种什么赛事赞助 真的就是那种展示行业地位 秀肌肉的意思 咱们刚刚说的都是品牌之间的博弈 不管是Nike啊 伊利猛牛这些 但是咱要再往深点说 它还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 它还可以帮助这些主办国 去提升自己那些核心产业的 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大国企业 是争相争取这个世界杯的赞助权 想要来宣传一下 自己国家的重点产业 你比如说啊 Emerist就是阿联酋航空 它其实一直都是FIFA的合作伙伴 到2015年的时候 不是爆出来FIFA的受贿丑闻吗 简单来说啊 就是卡塔尔是因为行贿 才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权 而且阿联酋跟卡塔尔 当时本来关系就非常紧张 那你说阿联酋航空 哪受得了这口气 直接就跟FIFA解约了 拜拜 你这一解约不要紧 我们最开始不说嘛 一个行业只能有一个赞助商 卡塔尔航空 进水楼台先得月 立马就把这坑给占上了 2018年和今年啊 都是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就类似的事啊 还发生在能源这个产业上 2015年解约的 还有英国的一个石油公司 叫加什多 那这可就是能源口的 一个大好机会了 这不你看俄罗斯2018年 也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立马安排了自己这边的 国家天气公司 Gasprom 你想想化石能源 可是俄罗斯的命脉 占了财政收入一半左右 借着世界杯 我可得好好扩散一下 我的影响力 2022年俄罗斯受到制裁 Gasprom就被拿掉了 卡塔尔你别看他国家小 那也是能源大国 它可是作用全球 第一大天然气填啊 耶 进水楼台又先得月 卡塔尔能源 立马变成了 非法的全球合作伙伴 你看啊 这赞助商的激烈比评 是不是真的可以出本输了 一届又一届比赛 总是能看到新人换旧人 但是只要像世界杯 这种大的优质IP赛 它就会不断吸引 各种赞助商 还有那些没赞助商 想蹭热度的品牌 围绕着赛事 球队 球星之间 展开着各种精彩的博弈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耐人寻味的商战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助商